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想这个转到下一个话题 那么跟前面两个呢 当然也是这个紧密相关的 主要是呢 就想谈一谈 这个美国的这个白人至上主义 它到底是什么 它是怎么样的 就是导致了这个种族分裂的 这样的一个复杂性 那么接下来呢 就请这个来自于芝加哥的 王志东律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志东律师 Vivin谢谢你的主持 前面这个听了 周律师和王律师介绍的内容 都觉得讲得非常好 那么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的是我的一些观察和想法 学习的结果 这个尤其是从上个周末开始 这个比较系统的 这个学习关心了一下 就是所谓现在这个白人至上主义 它实际上是有一个理论根据的 这个理论根据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讲的所谓叫做大替代的 这么的一个理论 而这个理论呢 这个如果讲这个 他的根源实际上是由一个法国的这个 也叫雷诺加谬的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呢实际上是一个法国的小说家和文学教授 他呢这个在性倾向上 他是一个同性恋 但是同时呢又是一个极端的白人至上主义者 他呢这个 其实关心种族问题啊 也就是过去这个30年左右的事情 从90年代他呢开始发展这样的一个理论 他在法国呢是一个并不是特别成功的这个政治家 希望从政 但是呢他并没有真正能够赢得很多的选举 但是呢他的这个这个理论 确实在全世界的这个其中包括美国 呃 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白人至上的这种种族主义者 呃 在这个非常热衷于呃 这个信奉 而且这个鼓吹他的这样的理论 那么包括这次在巴普罗就水牛城 这个呃 这个呃 这个这个凶手 他呢 在呃 在实施他这个枪杀的计划之前 在网上呢他发布了一个呃 大概有180页的一个宣言 在这个宣言当中 他就曾经二十多次提到了雷诺的这个呃 大替代的理论 呃 英文叫做grade replacement 呃 我们也知道呢 有一些这个呃 媒体 比如说啊 就是美国这个福克斯的主持人 呃 塔克卡尔森 他从2016年加入呃 福克斯的这个黄金时代的这个 黄金时代的这个阵容以来 他在他的节目当中 已经四百多次 这个以不同的形式宣传这种替代的理论 那么这个所谓的大替代理论是什么呢 就是讲啊 这个美国 呃 包括全世界 这个白人呢 在人的 人口的数量上 将越来越呃 呃 从比例上来讲 会相对的减少 会有其他的族裔呃 呃 人口的 净人口的增加 会上升 最后呢 出现这个 把美国或者全世界这种白人原来占主导地位的这种社会的呃 呃 基本的构成 发生改变 那么所谓的这个呃 所谓的大替代理论呢 就是他们要用各式各样的手段 甚至包括这些极端的行动 来阻止白人在绝对数量上成为少数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理论 但是不幸的是这样的理论 在这个少数的极端的白人群体当中有相当的市场 这个呢 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呃 那么如果我们再讲到美国的这个呃 种族问题的话 呃 我自己的看法啊 美国的这个呃 呃 我们虽然生活在这里 工作在这里 甚至这个深爱这个国家 我们在这里享受它的很多福利 但是同时呢 我们也意识到 美国这个国家是有很多非常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的 在我个人的观点来看 种族问题是美国第一位的社会问题 而这个问题是这个呃 呃 起码在我到美国来的这三十多年吧 这个问题呢 并没有缓解 而且在过去的这几年一直延续到现在 实际上是更加的突出了 而这一点呢 如果讲起来 美国呢 种族的问题 它主要有两个这个呃 历史和社会的根源 第一个我认为呢 就是美国是一个有罕见 有长期种族隔离历史的国家 如果我们要追溯这个根源的话 美国的种族问题呢 就要追溯到奴隶制 和各种这个跟奴隶制有关的法律 在我们讲的这当然是呃 很多很多年代之前 在这个呃 美国的联邦呃 法律还有州的法律当中呢 是把奴隶制等等这些不人道的行为 编成法律的 所以美国的南方在当时是一个奴隶制社会 它不仅仅是一个有奴隶存在的社会 而是呢奴隶制作为一个合法的体制是存在的 因此它对这些黑人的压迫和奴役 是根深蒂固的 呃 即便在废除 就联邦废除呢 奴隶制之后 各个州呢 又实行了有很多针对 这个非洲裔的种族隔离的制度 而这些呢 实际上真正被消除啊 这个还不够呃一百年的时间 大概也就是这个七八十年的时间 所以呢 在美国这个呃 这个种族的这个问题啊 我们如果从这个历史根源上来讲 这个非洲裔呃 在这个平均水平上 在收入在住房在贷款就业教育等等方面 啊这个平均水平落后于白人 落后于美国社会的平均水平 这个呢 是有一个啊 历史的渊源的 第二个原因呢 跟种族有关的原因 当然就是这个美国呢 是一个移民国家 啊 2015年联合国这个颁布的数据呢 美国的移民的数量超过4700万 占了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14.4 而这个数据 如果我们到今天的话 这是七年以前的数据 只会比那个时候增加 这个比例呢 是更多的 所以在这样的 就这两个 我认为是美国的这个 种族问题存在 而且越来越发展 越来越矛盾冲突 越来越激烈 这个呢 是美国 一个是他有一个奴隶制的历史 时间很长 还有一个呢 就是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这两个基本的因素 造成了美国的这个 种族问题 我再讲一遍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美国有其他很多的社会问题 但是这个美国的种族问题呢 是这个美国这个社会 存在的第一位的问题 而现在 这个在过去的这几年 我大概 我自己的认为 就是大概过去的 这个五六年的时间 美国这个白人至上 这个方面的问题 实际上变得越来越突出 越来越尖锐 这是这个我想 介绍的这样的 一部分的情况 薇薇先还给你 好的 志农律师 我不知道 您就是说 您呢 在美国 您刚才也说了 也超过这个三十多年的 这个居住 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那么我想问一下 就是您有没有听过 这样的一个笑话 就是这个笑话呢 就是说 在美国最倒霉 最没有权力 最容易被歧视的 实际上就是中年 白人男子 那么这里面就是 又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 就很多人说 如果是同样一份职位 同时呢 是一个非裔人 就是黑人 和其他种族的人 尤其是这个白人 一起去申请的话 那么这个非裔的 这样的一个人呢 他的申请人呢 他拿到这个工作的几率 是大大增加的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假设 社会的这个政治 这个政策的话 他是倾向于 去有意识的照顾 这样的一个弱势群体 您认为这种特殊优待 会带来什么样的 一些社会问题呢 我觉得Vivi 你提的是非常好的 一个问题 就是这件事情上 究竟我们应该 怎么样来看待这一点 比如说我们这个社会呢 确实有一些 这个就是在很多的政策上 包括法律上 现在呢 有很多的争辩 也实际上是 就是它是存在的 一些倾斜的 就是由于这个 美国历史上 形成的这些问题 对于努力制啊 这个对于 少数族裔的歧视啊 等等 那么现在呢 有很多的政策 在向另外一方面倾斜 或者说用我们中国人的 这个常用的一个词汇 叫做叫往过正 就是这个事情呢 是不是需要 这个 比如说一个竹竿是弯的 需要把它 向另外的相反的方向 多弯过去 然后最后才能得到一根 笔直的竹竿 这个事情究竟应该怎么样做 我是认为 我完完全全没有一个 这个好的解决的办法 我这也是为什么 我认为美国的种族问题 将存在相当长的时间 而这种 这个就是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美国白人 男性中年 在各个方面 可能是最少 这个 有优惠政策的 这样的一个群体 这些呢 我都不否认 而这些呢 恰恰也是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就是大替代理论 或者白人之上主义 之所以 有这样的市场 有这样越来越多的 这个白人 他信奉这样的理念 这个呢 就是社会的现实 存在的这样的问题 这个大概也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他就加深了 现在美国社会的 种族问题 使他愈发突出 那么如果讲到这里 我再多讲几句的话呢 就是 美国的枪支问题 也是我认为 美国社会存在的 这个非常严重的 一个社会问题 而这两者 就是美国的种族问题 和枪支问题 结合在一起 我们来看这件事情的话 这个呢 就让人觉得 非常非常的担忧 所谓的这个 大替代理论 它不仅仅 是有一些理论 有人信奉 而且呢 有了很多的实践 刚才 这个知名律师 讲到了很多具体的案件 这个呢 实际上不光是在美国 但是在美国 比较突出的事情 比如说在这个 应该是2017年 这个Sherlottville的 这个种族主义的大游行 里边讲的 很这个典型的一个口号 就是 我们不要他们来替代我们 当然这个呢 主要是针对犹太人的 那么在这个 2019年 我们知道在新西兰 有一个 这个非常著名的 就是杀穆斯林的 是在这个 穆斯林的一个 教会的活动当中 那个过程当中呢 也是枪手 也是毒狼 就是一个人的行动 一个白人的行动 也是像这次Buffer一样 他是用视频在直播 他的这个 呃 枪杀的行为 那次呢 一共死 一共死亡了50位 这个 在 一个宗教场合 呃 从事 这个他们宗教活动 礼仪活动的 穆斯林人 那么在 德州 刚才这个 志明也讲到了 在 这个2019年 El Paso 这个在德州 也是这个呢 是专门针对 嗯 这个西班牙裔的 一次大的屠杀的行动 呃 我们现在讲到 这个在 水牛城 在Buffer的这个行动呢 主要的 他的 这个这个 这个枪手实际上 他家境很好 人也很聪明 这个学习成绩都很好 专门 在这个地方 踩点三次 然后开车三个小时 到这个地方 就是针对黑人 实施屠杀 那么等等的 这些事情啊 这个就让我呢 得出来的 现在的一个结论 就包括美国的 这个很多 执法部门 包括FBI啊 等等的 他们把这个 美国的白人 至上 种族主义 以仇恨为目的的杀戮 把他定位成为 美国社会面临的 最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应该 非常非常要警惕的事情 作为华人 作为亚裔 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安全 实际上跟这个白人 至上的种族主义的 这个泛滥 是密切相关的 当然 我知道我们后一位 有程少明律师 会接下来 讲这个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办 我替Vivian 等于做了这么一个 这个题目的转移 我想 如果你有问题 我还愿意回答 没有的话 正好这个题就 接下去交给 程律师吧 谢谢Vivian 好的 谢谢志同一